第4首 milk 背心 hello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收拾一件小朋友的毛毛背心 大約是130-140 我們要預備的是 首先這個袋子 16cm x 14cm 一塊面布一塊底布 圓圓地畫底 之後就剪走左右兩邊的角 另外我們要剪背心後面的一塊布 一塊面布一塊底布 首先把布對摺 跟著這個尺寸就要剪裁 上面打橫是9cm 打直1.5cm 圓圓地剪出來 這裡有個三角形 橫是7.5cm 直2.5cm 肩膀斜是8cm 另外 去到下面 架底位是21cm 最後是22cm 另外我們由肩膀 去到架底打直 就是19cm 在架底下 再向底 數下去33cm 另外 我們在邊邊 另外要預留2cm的鼻粉 所以要再畫大 我們剪出來之後 就可以打開它 底部面布也可以這樣用 之後我們就要預備 背心前面那塊布 我們預備了其中一邊 左邊或者右邊的面布之後 我們另外一邊 就需要反轉 那個布去裁剪 我們由一個位置 是9cm 打直14cm 圓圓地剪下來 這就是胸口的位置 另外一邊的三角形 跟背面一樣 7.5cm和2.5cm 打斜就是8cm 由肩膀去到架底位 就是19cm 再之後數下去就是33cm 我們空口的架底位 就是23cm 最底就是24cm 寬 我們也是 那邊那裏 要預留2cm 來做縫份 一塊面布 一塊底布 左右各預備一份 預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首先我們剪好布 背部 左右兩邊 胸口位 還有袋 首先我們處理袋 有底布 還有面布 我找了羊膏布來做袋子的面 面貼著面 圍著邊套一行線 底部 預留2寸的位置 不要套套 留待反轉用 現在我們把袋子 左右兩邊的角 剪走 之後在袋子的周邊 先剪幼 先把袋子 先剪走 下一步 我們就把它反轉 之後在袋子的上邊 先把袋子放在左或右邊的前腹 距離布尾 9cm的位置 圍著下面的圓形 我們先把袋子放在左邊 包包口位時 很多時都會面貼一個小的三角形 在邊邊邊的 這樣袋子會耐用一點 經常放東西或插手進去 也不會那麼容易脫線 下一步,是把面部的背部放在底部 胸後左右兩邊的布 像現在這樣鋪在面上 先撐住肩膀的位置 距離部邊兩厘米的撐 沾完面部 底部都是用同一方法 先沾着肩膀 然后把背心的底部打开 面头再铺上面部 面部叠着面 即是底部向着自己 之后走瓷街形光幕 指示围着一条边 去车一行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一步我们在脚底的位置 固定好之后就车一行线了 另外一边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去车 之后我们利用其中一边 把肩膀的胸位 把整件衣服反转 后面部和底部左右分开去叠好它 在旁边车一行线 即是说面部和面部车在一起 底部就贴着底部车在一起 背心的另一边都是这样组 面部和面部和面部车在一起 底部就贴着底部车在一起 现在的衣服就车到这样了 现在的衣服就贴着底部 只剩下胸口左右两边还没车 我们又把布反转一反 今次我们就是面部和底部 叠住在一起 在旁边车一行 先车到一边了 另外一边都是这样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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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整件背心空餅就剩下 chrome 微尾 headed 翻好布固定好位置 在尾巴上车一行线 中间预留大约10cm的位置 不要车 中间预留大约10cm的位置 中间预留大约10cm的位置 下一步将背心反转 尾巴开口位用针线连好就可以了 另外这件背心我用了牛角球 已经车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多谢收看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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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